欢迎回来 咱们说说天气 经历了一轮大风降温之后 今天我感觉这个天有所灰暖 没错 晴朗是回归了 有点秋高气爽的意思了 但是秋天到了确实就感觉比较干燥 这个时候养生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一起來了解一下 经历了连续几天的大风降温 户外秋意渐农 不过从今天开始气温有所回升 天气也以晴为主 今天天气特别好 秋高气爽 风和日丽 初来晒太阳 很好的 尤其老年人 衣服上可以穿个风衣 里面有个薄毛衫什么的都可以 不会感觉冷 未来几天天气比较平稳 今天白天以晴天多云天气为主 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 最低气温是9度 12号夜间到14号受短膜槽影响 天气云量较多 以多云天气为主 13号夜间云量要更多一些 考虑是个阴天 12号到14号气温的波度不大 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 最低气温在11度上下 虽说前段时间天气波动比较大 但有的市民还没急着换上秋冬的衣服 因为老话说了春午秋冬嘛 可您得注意了 这秋冬也要因人而异 因气温的变化而异 穿着这衣服你能不觉得很冷 但是穿着这衣服也不会出大量的汗 这个是一个掌握的一个尺度 特别是对于这个老年人 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过于的这个寒冷的刺激 会导致这个血管的收缩 那么可以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 急性的一个情况的发生 我们建议这个秋天冷的时候 可以晚上适当拿温水泡泡脚 改善这个局部这种血运 而在饮食方面 最近咱们也跟大伙介绍了 是一只润肺的食物 除了梨银耳之外 白萝卜也是不错的选择 今天爱好烹饪的素女士 也教您做一道煎蛋萝卜汤 这一块白萝卜切成丝 白萝卜含水量很丰富 它的微量元素也丰富 再准备一点香葱和枸杞 油锅烧热以后 倒入两个鸡蛋 两个鸡蛋煎完以后呢 锅中剩入的油也不用倒掉 再把萝卜丝倒进来 稍微煸炒一下 炒至软一些就可以了 萝卜丝就可以倒入锅中 一起煮 一分钟以后 开盖 再放入适量的葱 放入一点盐 某柿 萝卜丝汤的制作非常简单 时间也不用很长 基本上五六分钟就可以做好了 秋季天凉 喝完以后浑身非常的暖 咱们天津的冀州啊 山青水秀就跟一幅青绿山水画似的 真的是越看越美啊 不然 怎么着 在我看来 咱们这幅山水画可不光只有青绿色 而是金光灿灿的 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那咱们这金山课得看好了 那当然了 下面来说的这事就是 说从前有座山 山上有片林 林中有间屋 是屋里有个人 你这又一套一套 那我就问问你吧 这山是什么山 林是什么林 屋是什么屋 这人又是什么人呢 问地好 这山明八线山 林是长青林 屋是管户站 人是护林人 来认识一下朱金宝 这就是大山区 这还是山区 一个远一个近 51岁的朱金宝 打小就生活在八线山 19岁的时候 当地的国有林场招护林员 工作离家近 对这片山林也熟悉 朱金宝报了名 靠着一双脚 每天要走七八个小时 1995年 天津八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片森林 保护区设置了19个视频监测点位 有24名巡护员分别巡查11条路线 我几乎不在站里边 我好动不好进 我最早没 那时候我一周一双鞋 就在这山里边转 一周走快一双鞋 八线山一共有5个管户站 位于山顶的巨先锋观测站 是天津市最高的森林防火观测点 海拔1052米 不仅担负着济州全区森林防火的监测任务 还同时肩负着与乡邻的河北省 北京市部分地区森林防火的监测 从2000年开始 朱金宝就驻守在这里 这个观测站不通车 想要上去需要攀爬2500个台阶 相当于100多层楼 每次上山 它都要负重30多公斤 把一周要吃的粮食日用品等 背上山 那时候居住的观测站只有十几平方米 没有生活电器 就连喝的水都得去三公里以外的地方背 尽管条件艰苦 但是朱金宝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尤其在防火期 每天晚上 每小时 最少得观测两三次 有一次傍晚时分 一团烟雾引起了他的注意 当时啊 就是下午5点多钟 你觉得那个不对 就是很浓 很抱团的那么一个烟雾状 然后我就一直在关注 发现情况不对 他赶紧回屋查看地图 根据起火点的位置 判断山火发生在北京平谷境内 近邻冀州区沟河北村 他赶紧将情况上报给当地林业局 由于扑就及时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从那以后 朱金宝加密巡查频次 尤其是每年的10月到转年的5月 是森林防火的关键期 他每隔一两个小时 就要对周边邻区进行监测 瞭望寻护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的腿脚没有原来利索 2500级台阶 年轻的时候半个小时 能走一个来回 现在40分钟走一趟都费劲 他希望有更多年轻人 加入到森林防火的队伍中来 朱金宝的儿子朱柏林 从小看着父亲寻山 耳濡目染 毕业后成为了济州区林业局 森林防火大队的一员 负责济州区的森林寻护 以及森林火灾的铺就工作 虽然和父亲做的具体工作不同 但都是在保护着这片山林 为了做好森林防火 朱柏林他们也已经用上了脉冲水枪等高科技的设备 这是高压细水物 每次寻山都要背 这个灭火处理突发情况用的 高压细水物装满水的话 80斤左右吧 八九十斤 每次寻山 朱柏林和同事们都要负重100斤左右 天热的时候 还没等走几步就已经汗流浃背 每隔一段时间 防火大队还要搞防火演练 父亲守护山林一辈子 积攒了不少的经验 平时歇班的时候 朱柏林就到山上陪着他 交流森林巡护经验 他跟我一见面说的最多话就是 多看多溜 争取把这个森林的损失降到最小 多年来 天青采取人防计防相结合 八千山保护区生态得到有效保护 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 由建区时的85% 提高到了现在的96% 这些变化 离不开像朱金宝这样的护林员们 日复一日的辛勤巡护 为了加强巡护管理 现在保护区给每个管护站都配备了无人机 50多岁的朱金宝也学起了新技术 我特别喜欢咱们这山景的风景 看着满山壁堆的 扬眼 前些日子咱们这下雨 下过雨以后天气晴了 我在这看到咱们天塌了 现在我觉得这个绿水青山 我们抱着金饭碗你说多美啊 父亲他们这一代人守护着绿水青山 我们应该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继续传承下去 以后会把私立守护得更好 感谢观看